所以醫師剛剛說 是用自己的手指這樣 一指或兩指這樣 對 拿去挖挖來 我不知道要拿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出任務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的人氣女醫師奈雅威醫師 那美衣志先前在母親節有做了一系列的 女性私密處議題的報導 引發了很多女性的迴響 所以這次我們就來針對 關於女性的私密處的緊實度 是不是會影響到和另一半的情感 我覺得私密處的緊實度 確實會和另一半的感情有所關聯 我們會說性愛是沒有辦法完全分離的 就像有些人一直會跟你說 啊外表不重要啦 內在最實在之類的 這個其實是兩性互動之間的感覺 那不單單只有緊實度 那還包含雙方的感受 還有感情上面的交流 所以我相信這是 感情上面的必備條件 所以其實是情感影響性愛 或是性愛影響情感 這個其實有點難以分開 就有點像是雞聲淡淡生機 互相影響的感覺 所以就是一定要 兩個都有 才會得到娃娃的關係 另外其中一個沒有就會影響他們的感情 除了私密處的緊實度會影響心房的問題之外 那私密處的緊實度還會影響什麼樣 譬如說功能性的問題 漏尿啊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應該是說回歸 怎麼樣會影響到我們私密處的緊實度 其實有很多原因 包含了生產之後啦 懷孕過程體重的改變 然後還有年紀的增長 年紀增長之後雌性荷爾蒙下降 我們的陰道壁會變薄 那就會產生後續的一些狀況 常常遇到產後媽咪除了緊實度的問題之外 還會有漏尿的狀況 然後最典型呢 搬重物的時候抱Baby 或者是說跑步打噴嚏的時候 就很尷尬 就褲子濕濕的 除了緊實漏尿之外 還有一些比如像是感受度的感覺 緊實度、濕潤度、漏尿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要辨別自己陰道到底有沒有鬆弛 那是有分什麼樣的等級 譬如說我們可以從有沒有漏尿來辨別說 我已經到達什麼樣等級的鬆弛 自我檢視跟你的另一半的檢視 就是性愛的過程當中啊 滿足度並沒有那麼的高 包覆度沒有那麼的強 那在自我檢視的部分的話 除了外觀上面 還有就是洞口包覆的情形之外呢 還有我們整個陰道內的包覆程度 一般來說呢 正常的話 大概是一直搬到兩指腹的寬度 那假如說多產 或者是說體重有很大變化的 患者的話 常常就會超過這一個寬度 包覆度比較少 厚薄程度比較薄 就會造成即時度不夠啊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說到的一些問題 就一些剛剛說 是用自己的手指這樣 一指或兩指這樣 對 拿你娃娃來測試 我不知道要拿 對 娃娃一指兩指這樣子 試試看這樣子 更多檢測方式是 主觀上面感受度 還有對方的感受度 那客觀的條件大概就是 一指兩指三指 這種的部分自我檢測方式 那還有一些患者啊 性交的過程中 有就是排氣的聲音 如果是在形狀的過程中 有聽到有氣體的聲音 就代表他的 A-Storm A-Storm 啊!! 是嗎 是嗎 呃 有很大的機率是這樣 當然有另外一個機率 是我們姿勢奏程的 就是有時候姿勢擺位啦 但是也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他比較空洞 包覆感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有露氣的聲音這樣子 什麼 對 像很多就是婦產科醫師 他其實都會說什麼 生完小孩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封得比較近一點 實際上對於 他的緊實度 会有影响吗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的怀孕过程 宝宝在腹腔内 其实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不论是经产到自然产 或者是说剖腹腔 它都会有一定的忠实 最主要是因为宝宝在腹腔内 会整个腹压增加 骨盆腔的肌肉韧带 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啦 但是自然产的时候 其实focus是在宝宝顺产上面 还有妈咪的伤口做修复 所以除了紧到紧实 在那一个moment不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只是为了说伤口上面 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愈合 然后宝宝能够顺产 所以缝常都是比较靠近洞口的部分 或者甚至是说我们剪开的部分 去做缝合 就没有办法跟我们 就是后续的紧实手术来比较 其实手术是全层的缝合 而且是在一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之下 只focus在我要紧这件事情上面 阴道口常常会有就是 简会阴的情形 总和大致上都是在这个位置 常常都会很多人都会说 早知道我就知道我的妇产科医师 给我缝紧一点 大家请停止 怪罪你的妇产科医师好吗 它最主要是要让宝宝顺产 然后母子就是均安为主 这只是让我们的伤口比较快速的复合 那当我们做紧实手术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它是就是进去8到15公分这个地方 去做就是层层的缝合 那时间比较不紧迫 然后也没有小朋友的压力在 唯一的要件就是我要把它缝好 我要把它缝紧 所以那跟就是我们生产的时候缝合是不一样的 女性要针对私密处的检石 主要做的是这一段 是的 还包含了就是洞口进去的时候啊 男性那种包覆的感觉 不要进去洞口之后呢 感觉空洞洞的 比进去海阔天空 就是从头到尾都要有就是敷错的感觉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根据我们解剖位置啦 还有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做不一样的手术跟不一样的设计 不一样的疗程 包含了外观上的啦 功能上的啦 然后还有亲密关系当中的客制化的设计 客制化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很多人都会说把它变成我的形状 但是这是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结尾就是 我真的是把它缝成它的形状 这样 应该是这样说的 我们印到内紧致湿润敏感度高 外观的部分当然有办法客制化 就像现在最流行的除毛 我们就有患者说 我要全除 我要小三角 倒三角 我要一直线 甚至于就是我们小阴唇外阴部的手术 就说我要所谓的 一字包 一字包 那 整天就有我的患者之间 拿着A片的图片来给我看说 我就是要这个 我的客制化就是要这个 是她立慢要求的吗 还是她自己想要 我觉得是自己想要的 因为现阶段女生啊 做私密处的手术 不单单只是为了对方而已 很多女生是自我意志的提升 也要享受就是性爱的过程 所以在敏感度这一块 还有外观上面这一块 那要求也都蛮高的 可是外观是平常都看不到的 她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做啊 我必须老实说 我觉得其实是受到 一些媒体还有就是 琴瑟片的一些感染 多年之前呢 我的一位患者拿 就是A片的图片截图 给我看的时候 多时是吓了一跳 那接下来呢 有某部分的患者 他都会拿这样的图片给我看 我就想说 哇所以是不在少数吗 嗯 这应该是个趋势 最近流行 strain line 对 strain line 就是一字型 或者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潮流 那所以有人说 妹妹就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才特别特别去把所有就是不一样的图片 研究了一下下这样 各种面貌 对各种面貌 所以目前大家最喜欢就是整成一字型的 嗯 还蛮蛮多人喜欢这样子的 那我甚至有一个就是外国的患者跟我讲 所以我才知道他英文叫做strain line 这样有名字 对他形容我就想说 哦原来就是我们中文讲的那样子 哦 了解 生产的过程当中 宝宝是宋子宫这边这样出来的 那我们妇产科医师 不好意思我是整型科 不好意思我是整型科的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上 反正都篇